不追寻执着 脱离苦空无常 今天跟大家讲 我们学佛修行并不是要执着于 我要改变生活 我要改变现状 实际上 学佛修行是要将你的佛住在你的心中 只要将菩萨和佛住在你的心中 你的生活马上就会得到改变 也就是说 不去追求你能得到 因为你把本性中基础的东西改变了 那么你其他的一切都会得到改变 怎么样让自己的佛住在心中呢 要随缘 经常想一想 我自己今天做事情是否随缘 有没有去执着地追求 你就会在人间变成自然地做事情 你的人一自然 心情也自然 那么菩萨的光芒 光明 就可以见证在你的心中 当一个人很自然地在学佛 他就什么都明白 什么都看得到了 生气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将来 我们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别人为什么那么搞我 我很不舒服 但是 一旦等到我觉悟了 我就会知道 吃亏是暂时的 不舒服也是暂时的 所以没有必要去为这些暂时的不舒服和吃亏 付出自己精神上的代价 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不容易忘记过去 因为我们对过去非常的眷念和感怀 要知道 过去的一切不可得 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 你再拿出来讲也没有用 很多夫妻吵架 不就是因为放不下自己的过去吗 觉得你过去对我多好 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那就是过去 结束了 在人世间 一切的人和事物都是会转变的 都会变迁 变起来特别快 就连你心中的感觉和心情 都是无法再重现的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的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你们感觉很开心 有两三个礼拜的假期旅游度假 现在还有吗 你们这种感觉是不是没有了 你们有什么 所以连这种感觉都会无法重现 一切都在变化着 所以人的变化是最快的 谈恋爱的时候无限美好 结婚了整天争吵 让人痛苦不堪 这些都在改变当中 学佛后两个人重归于好 感情会慢慢的好起来 那么是因为你的心也是在变化 人是执着的 因为人喜欢把美好的时光留起来 觉得我应该怎么好怎么好 把美好的时光在自己心中留起来 实际上你是徒劳的 你是在挑战时光 很多人经常说 我现在为什么这么不顺利 我过去为什么那么好呢 我现在的公司为什么不好 我过去的公司多好啊 你把美好的东西留在心里了 你就会觉得现在更痛苦 所以人不能把美好的东西留在心中 也不能把丑陋的东西留在心中 那么留什么呢 留一个空 空了 就是装进了现实 自然 不空 你一定会被自己这个不空的杂念所困扰 生活状况好过的人 他会想更好 过去吃过苦的人 现在知道甜了 那么过一段时间又苦了 他又不开心了 有些过去甜过的人 现在吃苦了 他也不开心 最好不要有不开心 什么美好的东西 什么不美好的东西 都不要留在心中 师父教你们明白道理 知道人生的苦恼 才能排解人生的烦恼 人生的苦恼 是怎么排解的呢 就是来一个 去除一个 到了最后 他们不来了 那你就没有烦恼了 那么你们又会问了 师父整天跟我们讲 人的一辈子 都会有苦恼的 只要在人间 就会有苦恼 但是 请你们相信 人的苦恼 虽然是一辈子 但是 他的时间 间隔会拉长 如果你把自己的烦恼 一个个去除 而且 你不去烦恼 不去想很多 你慢慢的 就会不烦恼了 所以 人间的变化 才叫无常啊 苦恼 为什么会让人痛苦 因为苦恼 保留在你的记忆当中了 如果人没有记忆 他就没有苦恼 我们不能像神经病一样的 今天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哭闹 有的精神病患者 就是没有苦恼 他在笑啊 开心啊 傻傻的 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了 因为我们的心 经常的折磨着自己 心里一遍又一遍的 在流泪 心里一阵又一阵的 在疼痛 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忘记过去 我们也没有看见将来 我们就会一阵一阵的痛苦 很多夫妻 在吵架的时候 会把过去不开心的事情 全部拿出来 这就是因为 人没有忘记过去痛苦的缘故 要知道 怎样让人生的矛盾 通过学佛来化解 首先要知道 轮回的概念 想化解矛盾 就要知道 会有轮回 今天你搞我了 你一定会被人家搞的 你明天跟别人斗了 后天 他会斗你 这就叫轮回 学佛人只要坚持耕耘 一定能够 反谱归真 轮回很苦 所以精进地修佛 好好地学佛 就能早日 脱离六道轮回 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 四圣道 我们想成为佛 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的人生观 我们很难在人间成佛 吃得起人间之苦 因为看得穿人间之痛 因为到了人间 你一定会痛苦的 吃苦就是宵夜 所以吃苦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很多人就是苦了之后 才来学佛的 学佛要学的是什么呢 学佛就是要随缘啊 随顺法缘 那什么又叫法呢 法就是空性 顺着人间不造业 往前走 随缘 顺着人间不执着 懂得佛法是空性 一切皆空啊 今天看似有 明天看似无 今天拥有了 明天会失去 失去了 又会拥有 这就叫轮回 学佛人要懂得 珍惜自身佛 就是你自己要知道 你是个佛啊 你是一个佛 你自身有三宝 对不对啊 你有佛在心中 你有法在行中 你有僧在戒中 你拥有了三宝 这就是你的佛源 这就是 见到自信的法身佛啊 你们要怎么样 才能见到自己的 法身佛呢 首先 想见到自身的法身佛 就要了解自己的佛性 师父问你们 你们了解自己的佛性吗 了解自身的佛性 意味着什么 了解自身的佛性 就是想一想 你的良心好不好 你恨不恨别人 你极度不极度别人 你是不是一个很恶的人 你是不是喜欢抱负的人 你是不是喜欢总盯着别人毛病的人 如果你有这些 你就不拥有自身自信的佛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